不想许多 attended social media 就這次她在用電梯 晚上一回來 穿東西 洗完... 洗完... 洗完洗完衣服 洗完衣服 洗了一個 不是希望睡到 我要背書 但是11點都睡觉 11點都睡覺 之後5點多就起來 然後 然後 5點... 5點30多我就起來 但是我真的是太想睡了 真的... 5點40多就能收起來 那时老师又说六点半级也到学校 但是我其实这么多级 现在还要发怂 我好多小自己都还要打瞌睡 才二十多岁 怎么就对生活没有希望了呢 我才二十多岁这么累 就是这么累的 我才二十多岁 我天天为了工作在外面跑 真的特别特别累 因为我爸和我妈头发已经白了和狗了 其实他们都在为我发愁 我才二十多岁 为什么要背后这么多 就觉得在这个年龄 承受了很多都应该承受的东西 年轻人的生活成本本来是热情扬益多姿多彩 但是在中国大陆随着经济的下限 年轻人生存压力很大 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都在吐槽被裁员 失业找不到工作 还有人面临着房贷和车带 不知道怎么好 有人年纪轻轻 就开始得了只有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颈椎病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饱受颈椎病之苦 被形容20岁的人60岁的颈 近日大陆有网友晒出在上海陆院拍到的一张照片 显示几位年轻人坐在一起吊着颈 后面还有魔幻的红光 原来他们正在治疗颈椎 在评论区有网友问 他们在做什么项目呢 网友纷纷留言回复说 这个是颈椎牵引 他们在治疗颈椎病 我的一位同事天天在单位吊着颈 有网友说 我也做过 后面的红光是远红外线 照在颈上热热的 很舒服 推荐每个高强度看电脑的年轻人 都去录院上吊 在电脑前坐得时间长了 会导致身体酸痛 尤其是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 或者经常看手机的低头族 会出现头晕 颈酸背痛等症状 近年来颈椎病发病年龄 并年轻化趋势 从事下面这些职业的人 通常容易怀有颈椎病 比如会计 秘书 办公室人员等等 再加上中国很多企业 盛行996加班文化 996指上班族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每周工作6日 老板压榨员工 也不用担心员工会辞职 因为中国经济低迷 就业形势严峻 对于员工来说 能够有一份工作已经是好幸运了 网上充斥着找工作难的哭诉 7月17日 成都一个女孩在视频中哭诉说 自己应聘了一个月薪3,000元人民币的职位 一周要工作6天 她还有工作经验 但是却被拒绝了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 但是有三件的工作还帮我去呢 我还有经验 7月15日 一位外卖骑手发视频说 我是本科学力 专业是会计 现在在这儿送外卖 你们呢 很多网友回复这位外卖笑哥 没想到大家的经历都相似 网友纷纷讲道 我学的是中医 研究生 现在在这儿卖保健品 我翻的是本科 学的是电子讯息工程 大学一直在这儿拿奖 现在在小院城摆地摊 我本科土木工程 现在在这儿卖豆腐 我也是本科毕业 学的是会计 现在是普拉提教练 我翻的是本科 学的专业是医学检验技术 现在在这儿打骚扰电话 我是211名校毕业的 学的是土木 现在在这儿开夜班滴滴 我是研究生毕业 在这儿送外卖 我是211名校毕业 专业是财务管理 现在没工作 很惨 上面两位年轻人 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 但是已经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而那些家里有小孩 甚至有房贷的年轻人 如果遭遇失业 就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安徽合肥自媒体人阿富外 在视频中讲述生活不容易 他介绍说 自己是1997年出生的 27岁 2020年本科毕业于巢户学院 拥有学时学位 虽然是学金融专业的 但是毕业之后 未从事过金融行业 做过销售 之后的每份工作 都跟金融没有任何关系 毕业快四年了 没有存到一分钱 相反负债累累 他表示 自己失业已经一年多了 没有固定的收入 每日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压力特别大 要负担巨额的房贷 车贷 还要养小孩 还借了网贷 我每日压力很大 每日工作16个小时 勉强维持着生活 赚的钱根本不够用 全家人就靠我一个人赚钱养家 小孩才几个月大 妻子在家里照顾小孩 他表示 因为找不到工作 整夜睡不着觉 也不好意思找双方家长要钱 因为他们的生活费也很微薄 如果不买房 养小孩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还房贷的压力真的很大 后悔买着房 现在晚上快一点了 睡不着 因为找不到工作 睡不着 太难了 我呢 是97年的本科毕业 是20年毕业的 现在毕业有四年多了 然后呢 失业呢 也一年多了 我现在呢 是自有自业 自己呢 做着自媒体 然后呢 也做着其他的 一些打零工啊 做日劫之类的 有时候呢 收入还挺好的 一天能整个五六百 有时候不好的时候呢 真的一半年挣不到 有时候自己心情不好 或者是就不想干活 所以说这个太不稳定了 有时候整天晚 周晚睡不到觉 失眠了 但找工作太难了 我不是说这个环境不好 我是觉得我自己 个人能力不行 因为确实我这么多年 我反思了一下 毕业四年 没睡了什么技术 什么都不会 唉 我不知道我这个年纪 我现在该干嘛 97年27岁 马上快30岁了 还一事无成 这以后还怎么办 马上 马上 马奈车带都还不起了 太难了 4月8日 他在视频中表示 房贷月期未还 他收到了银行的催债减信 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 已经不仅是年轻人的危机 就连一些在即场打拼 多年的高阶专业人士 也未能行脸 上海媒体人 家定神妈表示 他和他的老公从2012年 开始在上海打拼 他年薪20万 他们计划10年之内 一定要在上海买房 经过7年的努力 他们终于存够了首符 在上海买了房 他说 没想到去年失业 开始我还以为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 随着我失业时间的拉长 夫妻矛盾也慢慢显然出来 年轻人就业难 如果过了35岁门栏 找工作就更加难了 35岁在其他国家 可能还被视为年富力强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35岁门栏 也就是年满或超过35岁的求职者 在劳动市场缺乏竞争力 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一名网友小田 5月2号发视频说 他之前的一个领导 在上海从做程序员做起 一直做到总监这个职位 今年却变成了外卖小哥 他是2020年翻长沙的 翻长沙之后 找到了一个小组长的职位 工资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今年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外卖小哥 他本来是对长沙的工作不太满意的 但是没想到 今年他们的公司突然倒闭了 他的选择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现在也找不到工作 无非就是年龄大了一些 他现在想找一个一万出头的工作 也找不到 小田说 他曾经是家里的经济支出 家里的车、房、小路 全部都是靠他一个人支出的 失业这一年 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全部是靠花存款 花了一年多了 存款也都用到差不多 所以 他老婆做起了收银元 他就去送外卖 网上热传的影片显示 一名女生在失业90天之后 靠摆摊卖饭团赚钱 摆摊的第二天 整天只埋了5元鸡 女生崩溃的痛哭 她表示5点就要起床准备材料 而且摆摊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突发的状况 要比上班累很多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1998年 蘭宇文和双胞胎妹妹 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 观音镇的一个小乡村 后来两者媒都考上了大学 2020年6月 大学本科毕业 蘭宇文顺利地在成都 找到了一份教育类的新媒体工作 朝九晚五 还有商业入 蘭宇文就是这样 在成都住了三年 直到2022年底 公司倒闭 蘭宇文失业 然后就去了湖北武汉 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并不顺利 屡屡碰壁 没办法 他只能摆地摊户口 卖紫米饭团和浪牙土豆 5元一份 每日下午4点前就准备好货 蘭宇文就拉着小推车 从租住的地方前往附近的小学门口 挂好摆摊部 将食物一一摆放好之后 开始了小摊生意 第一日摆摊 他的收入还是可以的 结果第二日 整天才卖了5元鸡 他忍不住崩溃痛哭 中国低迷的经济和高失业率 使老百姓对未来忧心忡忡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博主介绍 如何将一个月的生活费 控制在300元人民币之内 年轻人开始流行 报复性存钱 为每月设定相当高的储蓄目标 一位网友发视频说 我是每月15号传一张定期 本来计划每月传1000元的 这个月已经是第五个月了 我这个月有额外的收入 多传了800元 这个是我第一张传单 之前我是传入卡里面的 开始我觉得 只是传1000元 太少了 不好意思去银行传定期 后来我想 是自己的钱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然后就去了银行 打了一张传单 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将这个传单本 全部填满 中国的年轻人生存压力大 很多人看不到希望 于是就做起了四不青年 什么是四不青年呢 我们来看看 网友广泛转发的这段视频 一位天真人在影片中说 我是四不青年 不搞对象 不结婚 不买房 不要小孩 现在的恋爱成本太高了 所有的态度和诚意 都要用钱来积累 不是我不努力 因为努力没有结果 现在内卷那么严重 比较无奈 我最大的父爱 就是不会让我的小孩 来到这个世界 在年轻人看来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婚姻和小孩 与其说带来的是幸福感 还不如说是背起了一副生活的重担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大 足以让一个年轻人 终身沦为房路 无忧无耻的996 占据了几乎所有的 限下时光 今年36岁的深圳高先生 至今都没有结婚 他告诉记者 前几年 他的姑姑也经常吹婚 现在他们不吹了 叫我自己照顾好自己 把身体搞好就可以了 他说 并不是年轻人想要这样的生活 但环境就是这样 不取决于你个人的努力 比如之前 我认识一对收入很高的夫妻 他们花了几百万买了一套房 有稳定的收入可以还贷款 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 但现在这个环境一恶化 工作没了 银行就断工 前几年全部付出的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人了 现在是收获时间一课 就一课创业课 反正就是什么时候都懂一点 结果傻傻都不经 在学校之后发现 就我这伙 其他专业 不过上没上过大学的人 多都会写一点 我从毕业开始到现在面试了 将近有五十多家公司了 有的公司甚至是实习期 一份工资都没有的 而且不能转正 面试可以奋斗的年纪啊 我最近都在怀疑人生 我就在想 到底生活的支持 每天打工就为了吃饭 在外面天天打工 饭都吃不好 还不如在家里 天天一家人安安逸 那你回广西种甘蔗吧 我也想 当时我爸回去都他们笑我 你回家能干嘛 回家 回家在家里 你花钱 你叫上帝 你不花钱就是狗屁 出来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不买东西能走不了 九百块钱能走不了知道吗 你们别让你们 从马上自己偷偷的上车来到这儿了 买东西的时候也不用下车啊 就在车呆着就行了 没买东西的现在还得给我下来 去里面买一下 什么时候买到一千五块钱 买到两千了 你们再走 在月19日 一段影片引起广泛关注 影片中 一位天津导游 因为游客在景点消费不达标 而露斥来自太原的年长游客 这名游游在旅游巴士上 对游客大声斥责 说他们在景点消费不达标 影片显示 导游情绪激动地侧问游客 为什么不愿意消费 甚至提出强制消费的要求 他表示 如果游客不购买足够的商品 他无法离开 这种行为被曝光后 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天津市文化同旅游局 随后加入调查 官方决定 对导游处以3万元的罚款 并没收其违法所得 确实我年轻不懂事 我做得不对了 叔叔阿姨 对不起你们了 真对不起你们了 真对不起了 叔叔阿姨 那个叔叔阿姨 你们呀 给我一条舱子 咱们把这个视频删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呀 我们家呢 我呢 我下边还有个弟弟 我弟弟啊 比我小五岁 但是我弟弟他也有病 他透风很多年了 我弟弟透风了 整个的下半身是瘫痪的 他这个手和脚的那个 关节都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家的弟弟啊 挣不了沙 挣不了钱 现在呢 就是说我爸我妈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去养着沙 所以说我们家条件的差一点 我就可能 我可能就着急嘛 着急就想给弟弟多挣点钱去支撑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今天呢 我这个 我确实做得不对的出差业 在舆论压力下 这名道友发布了道歉的影片 称自己的行为 是出于家庭经济困境 他提到弟弟因为贪瘫 自己急于酬集治疗费用 因此行为实当 对此道歉影片 又引起身的讨论 一部分网民 对其表示同情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 他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 不应该被轻易原谅 类似的道友强行消费行为 近年来雷健不先 下面这个影片 也是游客偷偷拍下的画面 一个人要平均几十块钱 对阿辉一个支持不行吗 让我挂蛋出来 我脸都没地放了 我被我们经理老板 批头盖脸骂了十分钟 为什么 人家团队都买东西 我都团队不买 我在产这么多年 没这么差过 很难看 我很要脸的知道吗 我们也是拼业绩的 拍摄影片的游客说 这个团是两千个八百十元 青岛五日四夜 然而只有两天半的 玩的时间 有一天半 是带他们去购物的地方消费 而且去了三个地方 最后这些旅客都没买什么东西 回到旅游车后 就被道友瓶头盖面 捞了一餐 与此同时 网路博主瑞大叔 还曝光了四十元四天三夜 贵临低价游的内幕 引发广泛关注 瑞大叔表示 他和妈妈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妈妈根本听不进去 后来只好报警了 但是警察说妈妈也不听 反而又哭又叫 于是瑞大叔 决定找到旅行社 出发坐车的地点 刚好那里有很多老人 瑞大叔赶紧把现场的影片拍下来 并发到网上 希望能及时制止这件事 随后桂林那边的旅行社 都知道了这件事 瑞大叔的妈妈 被送回她的住所 但从那次之后 瑞大叔的妈妈 就不断收到各种的电话 包括道友 旅行社的员工 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他们都在指责瑞大叔 说瑞大叔断了他们的财路 还说我这样是犯法的 不仅如此 桂林还有人打电话给瑞大叔 威胁说要找人批瑞大叔 7月17日 瑞大叔告诉媒体 因为她曝光低价旅行团的项目 现在她有麻烦了 她的母亲虽然对曝光 可能带来报复心存担心 但也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 瑞大叔先了解到 这个并不是母亲第一次参与 低价旅游团 她长期参加各种免费活动 甚至购买了很多东西 但一直没跟家人说 直到这次桂林低价游才发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 中国旅游市场上的低价旅游团 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 近年来 特别盯上了老年人群体 这些团体通过组织广座 赠送鸡蛋挂面 组织广场舞比赛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报名 然后带他们到目的地进行购物 这些低价旅游团 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吸引游客 但行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购物环置 导游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购物提升 这些团的模式 被称为零团费或者负团费 即通过强制购物来获取利润 各位旅游业内人士 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好像40元4天3夜的桂林游 就是典型的低价吸引过来的购物团 这类购物团的导游服务费很低 或者没有 收入基本购购物提升 甚至需要导游先颠付 食宿费用 由于导游费用低 导致游客的食宿条件也很差 一位受访者表示 老人跟团旅游时 除了看面色 中午饭是粥饭 住宿是一间房3、4个床 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旅店 条件非常差 据悉 这种低价旅游团的导游 不一定是正规的导游 他们可能是没有导游证 或者导游证已经过期 他们主要是瞄准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信息闭塞 时间和今次相对欢愉 加上贪便宜的心理 在旅游购物时容易上当受骗 无独有偶 湖北欣诗的旅客李女士 报了一个低价团 上车后 导游一直给大家洗脑 不准睡觉 一直带他们去购物的地方 录影片后 导游威胁要打烂他的手机 李女士无奈表示 旅行社说食宿都是免费 但去了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 而且住得很差 而且上车之后 导游一直给我们洗脑 叫我们不要跟其他旅客 互相对比价格 李女士跟导游提意见 导游却对他出言不信 李女士打消费者投诉电话 却一直打不通 导游上当还投诉忘门 真是很生气 在临京市一家餐馆里边 也经常发生戏剧性的音乐 影片中可以看到 几个带着红色帽的老年游客 在一名女导游的带领客 走了进来 这些老年人坐下 还没点餐 女导游就开始试押 要求他们买自己的产品 否则就不能吃饭 他还恶恶地威胁说 这里是他的地盘 老人最好乖乖地听话 面对女导游的恶言相向 几位老人陷入了沉默 对于折剑的一辈子 他们来说 导游的要求 叫他们感到非常为难 然而 还没等老人决定 应不要购买产品 导游突然发火 直接警告他们 如果不买 就替他们买 说完就愤怒离开 也在餐厅吃饭的黄先生 偶遇此事 感到不可思议 马上询问老人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才知道 老人遭遇了一个黑心旅游团 他们以超低价格 布团旅行 来到南昌后才被这位女导游 逼着购物 在车上的时候 导游多次推销所谓的当地特产 但老人们坚持只为旅游 不想购物 面对这样的情况 黄先生和其他餐厅的顾客 对导游的行为感到憤怒 纷纷表示支持老人 不要屈服于强制消费 最终 餐厅经理得知情况后 决定为老人提供免费餐饮 并联系了当地旅游局 投诉该旅行团的行为 确保老人能够顺利完成旅行 多个事件报告后 立即引发关注 低价旅游团背后的运作模式 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低价旅游团 之所以履禁不止 主要原因在于 旅游行业的利益链条 和合理的导游申筹记制 一些旅游公司和商家 形成利益联盟 通过强制游客消费获利 而导游往往没有底薪 只能通过购物提成赚钱 很多低价旅游团 以低价吸引消费者 但在实际操作中 通过强制购物等方式 弥补成本 中国消费者协会 报告显示 近三成受访者 最关注低价旅游团的 强制购物问题 外界认为 治理这种现象 需要加强监管 并从源头上进行整治 然而 投诉无门 缺益系常态 近年来 低价旅游团的出现 被老年人群体 带来不少困扰 这些看似有人的低价旅游团背后 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首先 低价旅游团往往以 极低的价格 吸引老年人参团 但行程中充斥着强制购物的安排 老年人本应享受轻松愉快的旅行时光 却被逼成为购物团的目标客户 这种安排 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旅游体验 更可能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花费大量不必要的金钱 更为严重的是 低价旅游团的存在 实际上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一种侵害 他们利用老年人对价格敏感 以及对旅游市场了解不足的特点 设置了种种的陷阱 令到老年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 这不仅违背了旅游行业应有的服务宗旨 更触犯了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另外 低价旅游团的食足条件非常差 尽管报道中的食足饭饭饭的旅游夸张 但却真实反映了 部分低价旅游团 在食宿方面的极度折省 近日有女子晒出根豚油 早餐食饭饭饭饭 配咸菜的画面 这些信息如此发达的今日低价旅游团 为什么依然可以如此猖獗 坦白说 很多选择低价团的其实是抱着占便宜的心态 他们希望能用最少的钱享受最多的服务 即使明知道这种便宜背后可能隐藏着问题 要知道低价团的导游通常手段多样 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叫旅客乖乖消费 市场早就对这种低价团进行了淘汰 试图占这种便宜的概率几乎是99.9% 不仅在国内低价旅游团的问题 亦在国外蔓延 3月4日 一则国内老人 在韩国遭遇强制消费的新闻人发关注 一位孝心的儿子 为父母报名了韩国旅行团 但在旅途中 导游强逼老人 购买护肝药片和化妆品 不配合就丢在马路边 在寒冷的天气中 老人被逼在街头等待 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身体不适 无奈之下 一位女子联系了驻寒大使馆 但由于各种原因 事情进展缓慢 最终到由得知有人联系领事馆后 先将老人带回酒店 但取消了原本的烤肉活动 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对韩国取消旅游局 电话感到不可思议 也有网友质疑为什麽要去韩国旅游 认为国内美景足够吸引人 很多人认为 低价旅游团是问题的根源 旅行社为拉拢客户 制定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团费 吸引老年人 然后在旅途中强迫消费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